第九章 伊好生来核眼的 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生来是核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这人生来是核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 趁着百日 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功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作功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 就套脱没在地上 用脱没和泥没在核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 你往西罗亚持子里去洗 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 他去一洗 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轮舍 或那掃尚见他是土犯的 就说 这不是那从前坐着土犯的人吗? 有人说 是他 又有人说 不是 却是像他 他自己说 是我 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他回答说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和泥抹我的眼睛 对我说 你往西罗亚持子去洗 我去一洗 就看见了 他们说 哪个人在哪里? 他说 我不知道 法利塞人 盘问医好的核子 他们把从前核眼的人 带到法利塞人那里 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 是安息日 法利塞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 核子对他们说 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 就看见了 法利塞人中有的说 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又有人说 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 他们就起了纷争 他们又对核子说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 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他说 是个先知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核眼 后来能看见的 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 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你们说他生来是核眼的 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 他父母回答说 他是我们的儿子 生来就核眼 这是我们知道的 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 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问他吧 他自己必能说 他父母说者说 你该将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他说 他是个罪人不是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核的 从前我是眼核的 如今能看见了 他们就问他说 他向你作什么 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 他回答说 我方才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要听呢? 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 他们就骂他说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上帝对摩西说话 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人回答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 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 上帝才听他 从苍世以来 未曾听见 有人把生来是核子的眼睛开了 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 什么也不能作 他们回答说 你全然生在罪业中 还要教训我们吗?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耶稣收留被逐的核子 耶稣听说 他们把他赶出去 后来遇见他 就说 你信上帝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 主啊 谁是上帝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 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 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 耶稣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 反核了眼 同他在哪里的法利赛人 听见者话 就说 难道我们有核了眼吗?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核了眼 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